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 今天我们想聊一下太极拳入门的感觉 说太极拳 练太极拳有没有入门 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你有没有体会到你身体的重量 你体会到身体的重量 这也是你练太极拳入门的重要标志 标志之一 当然还有很多 那么体会自身的重量 在我们明哥聊太极里面呢 也已经讲过好像好多视频都说过 体会自身的重量 这个体会上肢的力量和下肢的力量 它自身的重量 这个上肢下肢 这个肢体的重量呢 比较容易找到 比较容易找到 这个身体的重量呢 不太容易找到 那么今天呢我想聊 给大家聊一个 找到身体重量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小窍门 小窍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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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给另一个人也非常难 也非常难 你怎么样交给他 那明哥聊太极说不谈理论 为什么不谈理论 就是谈理论 你交给另一个人 另一个人是学不到身上去的 他是代表身上的 那么我们今天讲体会自身的身体的重量 我们体会身体的重量 那么这个窍门是什么呢 怎样去教呢 怎样把别人教会呢 当一个人 我已经体会到身体的重量了 我想教另外的人也体会到身体的重量 这个桥梁 也就是这个途径在哪里呢 好 那么这个交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那么怎样交呢 今天我们讲一下 我是怎么发现的 在美国有一次圣诞节的时候 这个圣诞老人 我们去看嘛 那个圣诞老人 一个小的直升飞机 然后坐着 然后落下来 然后呢 旁边呢 围好多人 就是这些居民啊 围着去看嘛 啊 不要往前 那工作人员中间 好几个工作人员在周围 说不要往前挤 其中有一个人 很胖 很胖 胖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他每动一步 他都是要把所有的地方 先动后动不能看得出来 比如说他要卖这个腿的时候 他本来是站在这里 这挂一个工作人员的牌子 那么他要挪动一步的时候 他会把这个身体先挪过来 然后提起来 然后 就是这样 像机器人一样这样 我这是把他的动作夸大 让大家看到的 看到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 这么大的胖子 他自身的重量很重 他走的时候 他是 他是 他是这样 好 那么我们按机器人那个方法 把他夸张一下 你就可以看出来 他是怎么走的 你看 看 我们离远一点 你看 他是 因为他很胖 他要挪动身体 这个机器人的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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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实际是怎么走的呢 我就是把他夸大 所以给大家看 那么实际他是怎么走的 他的状态是什么 是这个状态 身体非常重 他的状态是这个状态 他实际上是这个状态 这个状态 那么他这种状态就是给我了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 怎样叫别人体会到身体的重量呢 所以我呢 就跟其他人说 说过以后别人感觉呀 哎 这个方法很好 很快就能体会到身体的重量 所以在这里呢 我把这个方法呢 告诉 在这个视频中间 告诉大家 大家呢 自己可以做一个实验 这个实验 然后觉得这个方法好 那你就照这个去摸索 去探讨 去研究 去练习 你感觉这个方法不好 你就不用这个方法 那么 你每个人的体会不同 好 那么在这个体会这个重量的时候 第一步 体会身体重量的第一步 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很胖很胖的大胖 非常胖的 非常胖的 特殊的 不是那种稍微胖 要非常胖的那种胖 那个胖的人 把自己想象成胖的人 我们在动的时候 我们很困难 动他很困难 我们抬腿很困难 但是我们的身 腿抬过来 这个身体很重 我们必须要同时把它搬过来 把身体要搬过来 身体也要搬过来 搬过来 那么这种状态 自己呢 去寻找 去摸索 去研究它 把自己 这是第一步 把自己想象成一个非常大的胖人 我一抬手 这个地方全是肉 这个身体上非常胖 我们把身体 身体摸过来 那么这是第一步 把自己想象成一个非常大的胖 第二步 我们找我们需要动的顺序 我们现在想迈步向前的时候 因为我非常重 我不是这么轻易就动了 而是非常重 所以 刚开始的时候 要把这个顺序 自己找自己的顺序 不是一定的 每个人不是一样的 这一点也非常重要 每个人不一样 我先动腿 然后带着身体走 那么我呢 是先动身体 带着腿走 因为很重嘛 这都是可以的 自己有自己的顺序 自己摸索自己的顺序 这块肉先走 还是这块肉先走 总之我们身体都是很胖的 那么把这个顺序摸索几遍 然后这个感觉找到之后 这是第二步 那么第三步 这个感觉找到之后 它就没有顺序了 因为找到之后 你就直接是要动 直接动 你就不想着顺序 你就直接像这样 直接这样动 一个大胖子那样动 好 最后还有一个最最最 重要的一个问题 不是光靠听我说 光听我说是学不会的 你要干什么呢 你要观察你到这个周围 你的周围 你活动的周围 看你周围 你见到走路的时候 人很胖的时候 这个人 他在走路的时候 仔细观察他走路的状态 你就看他走路状态 仔细看 仔细地看 仔细地看 看他走路的这个状态 是什么样的 仔细看 经常看 有条件的话 你天天看 但是要注意就是 你不能这个就是 仔细看 而是观察他在运动当中的样子 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会扎到你的脑子里面 他会印在你的脑子里面 靠我这样说是不行的 你看着这个很胖的人 他在走动的时候 他的状态 把他的状态 刻在脑里 印在脑子里 记住他走的状态 然后去模仿 每天都去观察 每天都去观察 那几天以后 你就把这个身体的重量搞清楚了 搞清楚了 好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呢 小的方法 就体会自身重量的入手 一个切入点 说明格聊太极 谈时不谈虚 我们只谈理论 就是理论 不谈理论 只谈怎么操作 就是我要把身体重量找到 怎么样去找 就按我刚才说的这个办法 去找就行了 理论上的东西 你不要去找 这些根据什么 不要去找 好 那么 又到说再见的时候了 好 谢谢大家的关注 喜欢的朋友 可以订阅这个频道 我们以后可以接着聊这个话题 谢谢大家